你好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好迎宪府今明两天在县立体育馆办理第五届 科技数位学习与艺术教育成果连展 而在今天开幕仪式 县长徐正蔚与立委傅昆奇一同出席来见证 数位学习与艺术结合科技的新体验 也看见了花莲特色教育的优质成果 现代学位表示在产业高速发展以及传媒浪潮之下 透过数位科技应用在教育中 将最先进的知识技术与教育现场结合 让学生们相亲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数位科技AI能够让教育现场跟我们的业界合作 让业界在最专精而且最先进的我们的知识 以及载具能够结合到教育现场来 那更希望我们的乡亲能够跟上世界的脚步 不断的学习乐在学习 所以今天除了在展现花莲县政府教育科技数位的能量以外 也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一起来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教育现场 老师的努力以及业界的发挥 我们的产观学来一起合作 所以在这里真为第一个感谢我们所有的业界 当然更希望我们在业界在研发的时候 能够跟我们教师群能够一起不断的不断的连结 业佛根基表示活动相信让孩子们在各个面向有更多的启发 也可以了解到现在世界的进步 让我们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让他了解科技 对我们的未来生长的环境有多么重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我想今天很难得很可贵就是能够并行不断是很困难的 现在今天是把我们的AI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数位 能够再融入我们的艺术生根 还有乐林 哇这是大手牵小手大家一起来学习 是不是给我们这位县长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他能够把这么多的不同面向把它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那我在这里特别感受到花莲的孩子 真的有好多好多在这块土地上 不会有城乡的差距 能够有不同的领域有什么机会来学习 教授表示花莲县政府从108年开始 办理科技以及艺术教育成功展资金已经满了第五届了 一年一度的盛世理次创造爆量人潮 正成为县内最具规模的成功展 除了提供民众了解县内推动跨融合的教育成效 并且借由嘉年华的心事 让事实们建立参与 体验到产生认同的地层 记得就要为华师部导